两市低开高走,医药基金获青睐,旧富市上涨来了,A股无惧外围大跌,走出低开高走的反转行情。 6月12日,受外围市场影响,A股三大股指集体低开,开盘后,三大指数跌幅收窄,口罩、医疗器械、传媒等板块走高,创业板指翻红。 5后,两市延续震荡走高态势,三大指数盘中一度集体翻红,西图泳词板块上演一日游行情,云游戏板块5后持续走高,受疫情在海外扩散影响,医疗器械板块再次受到资金的追捧,申万医药生物板块涨幅约1.51%,位居申万医级板块涨幅榜前5名。 除此之外,传媒板块早盘集体走高,申万传媒行业涨幅约1.87%,场内相关主题基金悉数飘红,其中,传媒币涨幅超3%,传媒币级传媒ETF涨幅超1%,前海开源基金杨德龙认为,当前A股市场走势相对比较平稳, 从估值上看,A股的估值处于全球资本市场的底部,与A股历史相比当前估值也处于底部,因此A股市场将有逐步修复式上涨的机会。